我期待已久的纪念日那天,苏瑶终于答应和我一起共度晚餐,然而,在我精心准备好一切后,她却发消息说朋友遇到了急事,丢下了我。 当夜,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她的发小,发了一张她的照片,关键时刻还是你靠谱,一通电话就赶来陪我,所有人都在等着看我这个男友的反应,没想到我评论这么仗义,不结婚都说不过去了吧。 苏瑶把我一个人扔在了餐厅里,我生气极了,心里郁闷的只想吐血,本以为她遇到什么紧急情况,结果只是因为她的朋友突然约她去吃饭。 就因为朋友的一句话,她就把我扔在一边,完全不顾我的感受。 尽管很生气,但我还是试图理解她,安慰自己可能是她心情不好,需要朋友的陪伴,但当我看到她发小发的朋友圈时,我彻底忍不住了,只见那人发了一张美食的图片,配文是,关键时刻还是你靠谱,一通电话就赶来陪我,这句话像一把火点燃了我心中的愤怒,我直接打开对话框,和她大吵了一架。 她却不以为然,觉得我小心眼,甚至理直气壮地告诉我,她和发小之间就是普通朋友关系。 没什么特别的,说完这些,她又把我拉黑了。 我独自一人坐在空荡荡的餐厅里,面对一桌已经凉透的菜,心中五味杂陈,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,每次我们发生争执后,她总是会把我拉黑, 然后一指气使地让我去哄她,我就像一只哈巴狗一样,每次都要低声下气地求她原谅,而她则永远高高在上,仿佛一个女王。 这一次,我不想再这样做了,离开餐厅后,我一个人走在灯火辉煌的街头,心情跌落到谷底,这个纪念日对我来说非常重要,我原本计划好了一切。 想要给她一个惊喜,结果却变成了这样,想起苏瑶那无所谓的态度,我的心良到了极点,也许它是对的,我们之间的问题早已存在,只是我一直不愿承认罢了。 接下来的几天,我都把自己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之中,试图以此来麻痹自己,直到三天后,苏瑶将我放出了黑名单,给我发了一条消息,明天过来找我。 我知道她的意思,她是想要求和,如果是以前,我一定会欢天喜地地跑过去见她,但现在,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,我不再对她抱有期待,也不再愿意低声下气地求她原谅,我冷冷地回了一句,你自己回家来。 然后就关掉了手机,继续忙自己的事情,让我意外的是,苏瑶很快就回复了我的消息,别给脸不要脸。 我没有再回复她,而是直接关掉了手机,第二天,我特意待在家里等她,想着如果她早来,说不定我会改变主意,结果一直等到傍晚,她都没有出现,我给苏瑶发了一条消息,问她现在在哪里。 她没有回我,我不想再像以前那样,傻傻地等着她,然后在她心情不好的时候,还要被她当作出气筒,我直接出了门,打算去做自己的事情,让她也知道被放鸽子的滋味。 刚走到小区门口,遇到了邻居大哥,她见我一个人,随口问道,今天你女朋友不是说要过来吗?怎么救你一个人?她可能要去陪更重要的人吧? 我嘲讽地笑了笑,老弟,你太善良了,总是被人欺负。 邻居大哥拍了拍我的肩膀,一脸同情,我只是笑笑,没再说什么,说得对,我就是人善被人欺,如果不是太过软弱,我就不会在苏瑶一次次放我鸽子后,还选择原谅她。 如果不是我太过软弱,就不会在苏瑶一次次伤害我之后,还对她抱有一丝期待。 或许是因为我还爱她,所以才愿意一再地包容她,但是这一次,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,苏瑶的失约让我彻底清醒地过来。 晚上七点,我回到了家里,不出所料,家里没有任何人来过的痕迹,苏瑶没有来,也没有给我发任何消息。 我静静地坐在沙发上,打开手机,看到了领导发来的消息。 领导问我有没有考虑好外派的事情,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,对我的职业发展很有帮助。 他还说,这次外派回来之后,我的职位和薪资都会有很大的提升,而且我可以在这个过程中积累更多的经验。 对我以后的发展有很大的好处,看着领导的话,我不禁陷入了沉思,我和苏瑶是在大学认识的,那时候我们都是一个社团的成员,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,逐渐走到了一起。 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,我们都很开心,每天都觉得充满了新鲜感,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,苏瑶渐渐暴露出了她的本性。 她总是喜欢单方面决定我们之间的关系,不顾我的感受,她不想回消息的时候,就会直接关机,或者把我拉黑,让我找不到她。 她心情不好的时候,就会找我出气,无论我怎么做,都无法让她满意。 她总是说,跟我在一起很累,我很多事情都不懂,都需要她来教我,那时候的我,因为深爱着她,所以选择包容她的一切。 我以为,只要我对她足够好,她就会看到我的真心,改变她对我的态度,但是后来我才发现,我错了,一个人的本性是很难改变的。 苏瑶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相处方式,无论我做什么,她都觉得是理所应当的。 当我无法满足她的要求时,她就会毫不留情地离开我。 想到这里,我觉得自己很可笑,我连让苏瑶按时赴约都做不到。 还谈什么给她幸福,我拿起手机,回复了领导,我去。 简单两个字,却代表了我对未来的新选择,领导很快回复了我,好的,我会尽快安排。 看着领导的话,我心里涌起了一股暖流,至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会在乎我,我没有在犹豫,立即起身开始收拾行李,我要为接下来的外派做准备,这次外派的地点是南方的一个城市,我以前从未去过那里,虽然有些陌生,但我也很好奇那里究竟会是什么样子的苏瑶这边。 我已经做好了被放鸽子的准备,所以当她没有出现时,我也没有太过失望,我只是在心里默默地告诉自己,这是最后一次了。 第二天晚上,我回家的时候,苏瑶也在,当我到达她家时,她正在收拾行李,看样子似乎是要去旅行,你要去哪? 我皱了皱眉,问道,跟朋友一起去玩。 苏瑶头也不抬得答道,男的女的? 男的? 苏瑶毫不避讳地答道,听到这个答案,我冷笑了起来,又是你那个发小。 苏瑶,在你眼里,我到底算什么? 我质问她,你什么意思? 苏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。 抬头看向我,每次你有事,都会把我推在一边,每次你心情不好,都会拿我当出气筒。 现在,你甚至宁愿跟别的男人出去,也不愿意多花一点时间陪我。 我咬着牙说道,我陪你还少吗? 这次是因为朋友难得有空。 苏瑶辩解道,你每次都说是因为朋友,难道我在你心里连你的朋友都不如吗? 我不甘心地问道,你别闹了行不行,都这么大的人了,还这么幼稚。 苏瑶不耐烦地说道,是,我就是幼稚,你去找你的成熟男人吧。 我愤怒地抛下这句话,转身离开了苏瑶的家,开着车在外面乱逛,一路上,我的心情都无法平静,脑海里不断回放着与苏瑶的过往。 我想起我们曾经一起度过的那些美好时光,想起我们一起许下的承诺和梦想,但现在,一切都成了泡影。 终于,在领导通知我出发的前一天,苏瑶拦住了我,他看着我,有些焦急地说道,你到底怎么了? 为什么总是躲着我? 我看着他的眼睛,冷静地说道,我没有躲着你,我只是不想听你那些无用的解释。 苏瑶有些震惊地看着我,似乎没有想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,他有些伤心地问道,你是不是不爱我了? 我坐在沙发上看资料,脸色有些不好看,苏瑶凑进了红我,你别生气了,我那天真的是有点急事,不是故意放你鸽子的。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,急事指的是和你发小去泡疤吗? 对不起,妈,我知道错了,下次我一定不会让你等那么久了。 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,说道,下次,还有下次吗? 苏瑶愣了一下,随机笑着说道,当然有下次了,你不会因为这个就跟我分手吧? 我冷笑一声,起身走进了卧室,我很累,不想听你解释。 苏瑶跟了进来,拉着我的手说道,我真的知道错了,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? 我看着苏瑶的眼睛,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恳求,以往这个时候,我都会心软,然后原谅他,但是这一次,我已经做出了决定,我不想再被他摆布了, 我冷笑着说道,苏瑶,你的保证有用吗?你已经放过我多少次鸽子了? 我都数不清了。苏瑶低着头,有些惭愧地说道,我以后真的不会这样了,你相信我。 我看着他的样子,心里有些不忍,但还是硬起心肠说道,你走吧,我想一个人静静。 苏瑶见我这么坚决,也只能无奈地离开了。 他走了之后,我躺在床上,看着天花板发呆,我心里很清楚,我跟苏瑶之间的问题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。 他那种喜欢单方面决定的性格,让我感到非常压抑。 每次当我们之间有矛盾的时候,他总是会找各种理由来否定我的想法,让我按照他的意思去做。 如果我不听从他的意见,他就会生气,就会不理我。 我受不了他这种冷战的方式,只能选择妥协,久而久之,我变得越来越被动,也越来越没有自己的想法,这让我感到很累,也很无奈。 这一次,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,我已经做出了决定,我要去南方城市外派,为自己的人生拼一把。 我不想再被苏瑶牵制着,我想过自己的生活,接下来的几天,我一直在忙着准备外派的事情,苏瑶也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,一直想要找我谈话,但我总是故意避开他,我不想再听他那些无用的解释,我只想做好自己的事情,第二天早上。 我起床后,发现餐桌上放着一份早餐,旁边还放着一张纸条,上面写着,我做了早餐给你吃,算是赔礼道歉,我以后再也不会那样对你了,你能原谅我吗? 我刚读完纸条,苏瑶就从厨房里走了出来,她带着期待的眼神看着我,希望我能原谅她,我看着她的样子,心里有些动摇,但想到她之前对我的种种,我又冷下了脸,这就是你在乎一个人的方式吗? 我冷冷地问道,苏瑶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我,说道,我真的知道错了,你给我一次机会改好吗? 我叹了口气,说道,苏瑶,你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说了,苏瑶见我还是不肯原谅她,有些着急地说道,我真的会改的,你再信我一次好不好? 我摇了摇头,坚定地说道,不可能了,你已经失去了我的信任。苏瑶见我这么坚决,眼眶开始泛红,她有些哽咽地说道,你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? 我看着她的样子,心里有些不忍,但还是硬下心肠说道,苏瑶,我们都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 我已经给了你很多次机会,但是你一直都让我失望。 说完,我拿起外套,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家,我能感觉到苏瑶在背后愤怒地看着我,但我忽视掉了她的情绪,我已经受够了她的影响,我再也不想活在她的阴影之下了。 离开家后,我直接去了公司,领导看到我来了,把我叫到了办公室,你准备得怎么样了? 领导问道,都已经准备好了。 我回答道,领导点了点头,说道,这次外派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,你一定要好好把握。 我看着领导,坚定得点了点头,放心吧,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 我说道,之后,我就把心思放在了工作上面,出发前,领导还特地找我过来,谈了这么一次心,他还问我为什么决定去外派,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? 我笑了笑,没有回答,他知道我跟苏瑶的事情,也劝过我很多次,但我以前一直没有听进去。 现在,我终于下定决心改变了,他不禁有些惊讶,但我还是感谢了他,因为他的建议让我找到了新的方向。 尽管很忙,但我心里却有一种解脱的感觉,我终于可以摆脱苏瑶的控制,开始新的生活了。 这次外派的时间是半年,期间我不能随意离开,也不能经常回来。 在离开前,我给苏瑶发了一条消息,告诉了他这件事,苏瑶没有回复我,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来送我,但我已经不在乎这些了,我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决定。 接下来的日子,我将为我自己而活,这次外派的时间是半年,期间我不能随意离开,也不能经常回来。 我回家简单吃了个晚饭,洗完澡后,就开始收拾行李。 我的飞机是今晚最晚的那班,当我收拾完行李,准备休息时,苏瑶回来了,他的脸色有些不好看,眼睛红红的,好像哭过了,他看到我在收拾行李。 有些惊讶的问道,你要去哪里?我看着他的眼睛,平静地说道,我要去南方城市外派。 苏瑶听到我的话,愣住了,后半天,他才开口说道,是因为我吗?我摇了摇头,说道,这是我自己的决定,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拼一次。 苏瑶沉默了,他的眼神变得暗淡无光,为了外派能够顺利,我报名了很多培训课程,想要尽力提升自己的能力。 同时,我也开始疏远苏瑶,我不再主动联系他,他给我发消息,我也只是简单回复几句,他开始意识到我的变化。 变得越来越焦虑,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,领导也开始越来越器重我,他经常会给我一些重要的任务,我每次都能完成得很好。 他也对我越来越满意,我开始逐渐摆脱苏瑶的阴影,我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有趣,而苏瑶在我离开后,开始疯狂地寻找我,不知是谁透露了风声。 他知道了我的外派地址,他来公司找我,在小区门口等我,在我的培训机构外面蹲我,但我都不为所动,我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开他。 我就不会再回头,直到有一天,我被他堵了个正着,他一脸憔悴地看着我,说道,你真的要离开我吗? 我看着他的眼睛坚定地点了点头,是的,我们已经结束了。 我坚定地说道,苏瑶的眼泪瞬间流了下来,他有些哽咽地说道,我知道我错了,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? 我看着他的样子,心里有些不忍,但我还是坚定地说道,不可能了,我们已经回不到过去了。 苏瑶愣住了,他的眼泪不停地往下流,我看到他的样子,心里也有些难受,但我知道我必须这么做,如果我不离开他,我永远都不会成为真正的自己,我要为我自己的人生负责,我不能再任由他摆布了。 苏瑶愣见我去意已决,终于放弃了挽留,他擦了擦眼泪,对我说道,我尊重你的决定,但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 我点了点头,我点了点头,我会的。苏瑶最后看了我一眼,转身离开了,看着他离去的背影,我的心里也有些不是滋味,毕竟我们曾经在一起过,看到他这么难过,我也有些不忍心,但我知道。 这是最好的结局,我们都需要成长,我们不能永远活在过去,时间过得很快,转眼间我已经外派一年了,这一年里,我经历了很多,也学到了很多,我在工作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,我的职位和薪资都有了很大的提升,同时,我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,我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有趣, 而苏瑶在我的生活中也渐渐远去,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,有时候我也会想起他,想起我们曾经在一起的日子,但我已经不再留恋了,我已经找到了更好的自己,外派的日子很快就到了。 我收拾好行李,坐上了飞往国外的飞机,我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回报,我在公司的职位不断提升,从一开始的小职员,到后来的小组组长,再到部门经理, 我的事业开始蒸蒸日上,随着职位的提升,我认识的人也越来越多,这些人都是各个行业的精英,他们拥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,我向他们学习,向他们请教,他们也都愿意帮助我,传授我经验, 在他们的帮助下,我的能力得到了更大的提升,我在国外的日子,不仅事业顺利,生活也变得丰富多彩,我开始尝试不同的食物,参加不同的活动,结交不同的朋友,我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有趣,而与此同时,苏瑶的生活却陷入了低谷, 在我离开后,苏瑶变得非常消沉,她每天都会戒酒消愁,她的生活变得一塌糊涂,她的朋友们也开始疏远她,因为她的行为太过自私,从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,她渐渐地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,她开始后悔自己曾经的行为, 她想到了,我曾经对她的好,对她的包容和忍耐,她意识到自己曾经拥有过这么好的男人,却没有好好珍惜,她开始尝试改变,但现实是残酷的,时间已经过去,无论她怎么改变,都无法改变曾经发生的事情, 她开始明白,有些人一旦错过,就再也回不去了,苏瑶的生活继续下滑,她没有了工作,没有了朋友,没有了爱情,她每天都是孤零零一个人,过着行尸走肉般的生活,她的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差,她开始失眠,开始抑郁, 她开始意识到,自己曾经的行为有多么愚蠢,她开始反思自己,开始寻找新的生活方向,但这一切都已经太迟了,她已经错过了太多,她只能一个人默默承受着这一切,这是她自己的选择,她只能自己承担后果。 我在国外的生活过得非常充实,繁忙的工作,让我几乎没有时间去回忆过去,但是,我偶尔还是会想起苏瑶,想起我们曾经一起度过的那些美好时光,有时候,我会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她发的动态,她似乎过得不怎么样,她发了一张自己的照片,照片里的她显得非常憔悴, 她配文写道,我犯过最大的错误,就是没能够好好珍惜那个曾经对我好的男人,我现在真的很后悔,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能够再次见到她,我想对她说声对不起,想告诉她我有多想念她,如果可以,我希望能够得到她的原谅,希望我们能够重新来过。 我看到这条动态的时候,心中没有丝毫波澜,我已经放下了过去,开始了新的生活,我不希望再被打扰,我不想再和她有任何瓜葛,因为我已经彻底认清了她,她是一个自私的人,永远不会为别人考虑, 我不想再成为她情绪化的牺牲品,不想再成为她呼之急来挥之急去的对象,我已经被伤害过一次,不会再重蹈覆辙,所以,我只是静静地看着她发的动态,没有任何回复,我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,也不知道她在做什么。 我只知道她曾经拥有过我,却没有好好珍惜,而现在,我已经不属于她了,我不会再为她付出,不会再为她伤心难过,我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活,有了自己的方向,我不会再回头,不会再留恋过去。 有一天,她给我发了一天,她给我发了一天,你在哪里?我没有回复,她又连着发了好几条消息,你过得好吗?我很想你,真的,你可以原谅我吗? 我看着这些消息,心中依旧平静,我已经放下了过去,已经不再爱她了,所以,我不会再为她动心,不会再为她动摇。 我只是简单地回了句,祝你幸福。 然后,我立刻将她拉黑,我不想再和她有任何联系,因为我们之间,已经没有未来可言了,我已经彻底切断了和她的联系,不再关心她的生活,不再想念她,我只想好好过自己的生活,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。 几年后,我外派结束,回到了国内,此时的我,已经不再是那个懵懂无知的小青年,而是成为了公司的高层领导,拥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地位。 我的身边,也有了一个真正值得我去爱的女人,相比之下,苏瑶的日子并不好过。 我听说,她这几年一直沉浸在过去的回忆中,没有好好工作,所以错过了很多机会,生活变得一团糟,整个人也变得憔悴不堪。 我们在大街上有过一面之园,她看到我的时候,眼中闪过一丝惊喜,但随即又暗淡了下去,她想开口和我打招呼,但我只是冷漠地看了她一眼,便转身离开了。 我知道,她的处境是她自己造成的,所以我不会再同情她,当初她对我那么自私,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,现在她的不幸也是她自找的,我回国后不久,有一次去商场买衣服。 正好遇见了苏瑶,她穿着一身休闲装,看上去有些不休蝙蝠,她看着我,眼神复杂,欲言又止,我没有理会她,拿起几件衣服是穿,最后选定了一件合身的离开了。 她在我身后,默默地注视着我离开的背影,眼神凄凉,我知道,她肯定是想起了过去,想起了我曾经对她的好,但现在,我已经不再属于她了,我没有回头,也没有再和她有任何交流,我们的关系早已成为过去式,现在,我有了自己的生活,我不再需要她。 几天后,我参加了一个同学聚会,聚会上,我遇到了一个老同学,他和我聊起了苏瑶的现状,你听说了吗?苏瑶现在过得不怎么好。 她说,哦,怎么了?我装作不知情地问道,她前几年因为工作失误,被公司降职了,后来一直没有起色,现在,她只能靠做些零散的工作来维持生计。 她说,而且,她好像还患上了抑郁症,精神状态不太好。 她补充道,我静静地听着,心中没有泛起一丝涟漪,我知道,这一切都是她自找的。 当初,她那么自私,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,现在,她的不幸,也是她应得的报应,我不会再同情她,更不会重新接受她。 我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活,我不想再被打扰,同学聚会结束后,我开车回家,在路上,我打开了车顶的音乐,播放了一首轻快的曲子,我的心情,就像这首曲子一样愉悦,我知道,我的未来会更加美好。 我外派的那几年,是我人生的转折点,我不仅见识了更加广阔的世界,学到了更多有用的知识和技能,还拥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地位,更重要的是,我遇到了一个真正值得我去爱的女人。 她温柔,善良,具有包容心,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和理解。 我和她在一起之后,我的生命变得更加完整,我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。 现在,我有了自己的生活,我不再需要她。 几天后,我最后一次见到苏瑶,那是在一家咖啡馆里,我看见她和一个男人坐在一起,似乎在讨论着什么。 她看起来很紧张,一直在说着什么,而那个男人则显得很不耐烦,不断地摇着头。 最后,男人起身离开了,苏瑶独自坐在那里,神情落寞。 我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,也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,但我可以肯定的是,苏瑶的现状一定不是她想要的。 她没有得到应有的幸福,反而陷入了更加糟糕的境地,我没有上前去打扰她,而是选择了默默离开。 我知道,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,我也没有必要再去关心她,打扰她。 后来,我再也没有见过苏瑶,我继续追求着自己的梦想,展现着对我的过去阴霾的摆脱,和对新生活的追求,我们的关系早已成为过去式。